郑果 春秋时代战火连天 春秋五霸的轮番出现 就足以说明这一时期斗争的激烈 大国之间为了争当霸主 不断地吞并弱小的国家 因此萧国的生存就显得格外艰难 郑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郑国位于晋国和楚国 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出境十分艰难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 在当时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子产 子产的一番作为 使得郑国在内政外交上 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那么子产都做了什么呢 它能改变郑国的命运吗 江西师法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春秋战国篇制 加奉求生 我们前面几集 对中国长江预约的情况 做了一些描述 长江由西到东 楚国 吴国 越国 这三个诸侯国 在长江流域 他们进行了 应该说是长思期的 生死搏斗 而在这种搏斗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一个大的趋势 那就是和的趋势 吴国曾经一度 占领了楚国的都城 而且想一口 把楚国 这只巨禅 把它一口吞掉 但是后来没成功 反倒是 黄雀在后 被越国所算起 后来是越国 把吴国给吞毙了 但是过了六个年以后 越国又灭于楚 最后长江流域 是形成一个大国 那就是楚国了 那么北方啊 北方由西到东 也是三个大国 秦国 晋国 齐国 但是他们的态势 和南方不一样 他们是谈谈打打 而且表面上客客气气 实际上是暗藏杀鸡 但是总是谈一谈打一打 你也吃不了我 我也吃不了你 这三个大国之外 还有若干国 在西周时期 就分封的诸和国 你像周公丹的封国 那是鲁国 少公寺的封国 燕国 商汤区库医的封国 那叫宋国 另外还有你像镇国 魏国 曹国 菜国 等等 还有大大小小 几十个小国 另外在这些小国的周围 大国的周围 还有诸多的部族 你像游武民族的部族 首量民族的部族 所以北方的形势 它冷难是分 那么这些个小国 实际上日子过得都比较艰难 艰难在哪里 在大国的夹缝之中就生存 但是这些国家呢 虽然各有各的问题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生存的道理 所以任何事情的延续 他都是有他的道理的 我们就以这个郑国为例 这个郑国地属中原 在周平王东迁的一段时间里头 这个郑国是蛮横的好 曾经干过 抢搁东周的麦子 并且建设周王的这样一种事情 但是随着 习国 晋国 秦国 特别是楚国的崛起 这个郑国呢 慢慢地衰落下去 他沦为一个小国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 我们可以看看 他有自己的文化论头 有上下一心 维护这个国家存在的 他们的一种精神 我们在讲 楚庄王 问鼎中原的时候 曾经说到过一个插曲 大家也许还记得 说秦国乘坐靳文宫去世 靳国正在办伤事的时候 派兵车三百成 千里行军 打击郑国 想给靳国 素素治理的威风 因为郑国和靳国 他是同姓的 都是姬姓国 于是非常张扬地通过 东周的王城 这个时候 站在东周的王城上 有一个小孩 叫王孙满 他陪着自己的祖父 是周湘王 于是发表了一番言论 说秦军此去 必败 一个小孩子发布这样的言论 果然不出王孙满子所聊 秦国在郑国 没有占到便宜 为什么没有占到便宜 这里就有个很著名的故事了 这个郑国呢 他不但地属中原 而且是十分冲耀之地 东西南北 靳军要南下 他要招架 楚军要北上 他也要接应 甚至秦国也弄他 这一次秦国就要打他了 但也正是因为 他是交通要道 所以东西南北的货物 他成为一个积散地 经济比较繁荣 商业很繁盛 商人也很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普通的商人 他的名字叫宣高 带着一批货物 从郑国到东周 就是洛阳一带去经商 路过一个华国 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 与一个华国 结果到华国 他突然发现 住马的军队 他就觉得奇怪啊 这个华国是个小国 比我郑国还小 哪里来的这么多军队 一打听 原来是秦国的军队 准备在这里 斩桌修整 下一个偷袭的目标 就是郑国 这个玄高大持一剑 立即派人 向本国汇报 向郑国汇报 另外一面 自备了十二头肥牛 当然还有酒肉 步驳之类 来到秦军的驻杀地 要求要建秦军的统帅 自称 是郑国的国军 派来的前面的使臣 就是先前队 使臣里面的先前部队 那么秦国的将领 觉得非常奇怪啊 偷袭郑国 这个消息是不能传出去的 怎么郑国的使臣就到了 那个玄高说 我们的国军 听说贵军路过这里 非常高兴 派我 备有肥牛十二头 来耗劳将军的左右 我们的国军 派的正式辞者 带着国书 随后就到 这个秦国的将领 非常狐疑 狐疑之间 郑国的使臣来到了 上了一份国书 这个国书写得很有意思 三层意思 第一 说听说贵军路过此地 我们非常高兴 非常想恶情的接待贵军 但是我们国小民穷 拿不出太多的好劳品 但是第二 我们的边上 我们正国的西边 有一片原野 这个原野叫原谱 上面有很多野生动物 各种各样的吃的 飞经走兽都很多 我们可以让秦国的军队 在上面普列 自己解决自己的军粮问题 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 第三 为了不慢待贵军 我们还通知了宋国和齐国 让他们做好准备 准备接待贵军 你看看 这样一份国书 免礼长征 什么意思 你们来吧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不但我们郑国准备好了 我们还通知了我们的友邦 大家都准备好了 所以秦军怎么办 两个字 啥言 还有两个字 无奈 千里行军 跪在偷袭 如果成兵 奸臣之下 那是兵家之大计 所以秦军 只有一条路 什么路 回去 但是回去 也不是这么轻易回去的 一点东西没捞到 那不是连军粮都要赔吗 所以秦军的 回去的路上 顺带把驻扎地 华国给灭了 灭了这个华国 捞了一笔军粮 但是他在回秦国的途中 经过一座山 这座山叫小山 在小山的时候 遭遇了晋国的埋伏 全军覆灭 三个军事统帅 全部被俘虏 那么指挥这一次 伏击战争的 就是我们谈到 臣浦之战 进出臣浦之战 那位军事统帅 先整 就是他指挥的 我们之所以 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 是想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郑国虽然小 他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 但是他上上下下 无论是平民 还是贵族 都有保护和捍卫 这个国家的一种精神 你像玄高 许多普普通通的商人里头的一个 当听到国家 有危难的时候 他挺受而出 辞职 秦军的行动 并且在第一时间通知国内 我们再看看郑国的处理 处理也非常到位 那个时候郑国的国军 叫郑牧光 以免派出正式使者 去继续延缓 秦军的行为 同时 做好抗击的准备 还通知友邦 建立联盟 准备共同抗击秦军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处在夹缝之中的小国 他们有一种捍卫自己国家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 和他们的当政者是直接有关系的 虽然秦国偷袭郑国没有成功 可他竟然顺道把华国给灭了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春秋时期的弱小国家的生存环境 是多么的艰难 他们成为了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随时都有亡国的威胁 而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 也使得他更加具有忧患意识 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的面貌 要看一个国家的群众的精神面貌 我们先看谁 先看这个国家是由谁领导的 他的领导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那么在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正果 我们举他两个领导 一个名字叫纸产 一个名字叫纸皮 这个很有意思 说到纸产 有人认为他应该算是春秋时期中国第一政治家 这个资产 他的名字叫乔 一个字 资产是他的字 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郑木公 他的孙子 所以他姓公孙 所以叫公孙乔 这个资产是郑国的贵族 同时也是一个早熟的政治家 就在他年幼的时候 郑国发生了一件事 一件什么事情呢 当时的大国和大国之间是进行战争 大国对小国也进行战争 那么小国之间他也有战争 相互有矛盾 相互争夺地盘 相互争夺利益 一旦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他就打几架了 结果郑国有一次 就出兵 打击了蔡国 蔡国的力量比郑国更于弱小 结果郑国大获全胜 上上下下都沉浸在这种大胜的欢乐之中 经常受郑国的欺负 受楚国的欺负 好不容易捏了一个软柿子 于是有一种 祖国同情的味道 但是有一个人担忧 谁担忧 一个小孩子担忧 资产担忧 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 祸磨大眼 一个小小的国家 你不好好的勤修内政 不好好的让老百姓活好日子 你去进行军事挑衅 你这不是引祸烧身吗 特别是这个蔡国 是楚国的 蜀国 如果楚国以此为借口 发兵 那我们怎么办 更有意思的是 领兵打败蔡国的这个将 郑国将 恰恰就是 资产的父亲 资产的父亲 听儿子对自己的丰功伟计 这些这样的评价 非常愤柔 历生喝 喝骂他 说你小孩子懂得什么国家大事 这个要杀头 你要注意 但是 资产的担忧 当年就出现 就在郑国打蔡国的当年 楚兵 以这个为借口 攻打郑国 结果郑国又赔了一批款 那么 资产虽然是公孙 贵族 但是郑国的公孙多得很 所以他要斩路头脚 要在郑国的舞台上 站在更高的平台之上 他需要有人赏识 要有人推荐 这个赏识他的是谁 这个人就是紫皮 紫皮当时是郑国的上情 行政一把手 国君下面就是他 他为什么赏识资产 因为一件小事 因为一件人事安排的事 紫皮有一个肯值得他骄傲的儿子 这个儿子叫做尹和 政治上很可靠 所以这个紫皮就想把儿子放在重要的岗位上 来锻炼锻炼 让他在政治上进步更快 一个什么岗位 想让他到郑国的一个义 去做一把手 也就是管理一个义 但是当他征求 资产的意见的时候 资产坚决反对 这个尹和 资历太浅 经验不足 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 现在拿这么一个大意去让他管理 他肯定管理不好 但是 紫皮不以为然 自己是上亲 那个他跟资产说 我这个儿子是经过长期培训的 不但政治上可靠 而且我看他有政治的天赋 不就是一个义吗 但是资产冷然不同意 冷然说出自己的道理 说 文学而后入正 慰文以正学者也 若果行始 必有所害 什么意思 我只听说 一个干部 要在基层里头长期锻炼 取得经验 然后再逐步让他单位 重要的岗位 没有听说过 先让他单位的岗位 然后用那个岗位去学习 没这个道理 资产同事举例子 他说 比如 就像您家里有一块好的布料 您一定是希望要请一个最好的财富 来把它缝制成衣服 你不可能找一个身手 那不招他这块布吗 所以 绝不允许 拿民众的生命 民众的生存 来作为政府的官员 练贪子的舞台 你看看 这个官员是非常的先进 也应该非常带有人这些 那么大家说 这个纸皮不就是论民一个官员吗 把自己的儿子放到下面的一个岗位上去 让他更快的成长 那用多少资产这样教训一通 那纸皮怎么办 给他小鞋穿 从此以后没这个钱 要热好骨子吃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以小人之心 来剁君子之腹了 等资产阐述完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纸皮说了一句话 真心实意的话 君子 物质与大者远者 这个君子 他所考虑的是大的事情 远的事情 小人物质小者 近者 我 小人也 您是君子 你考虑的是大事 考虑的是长远发展的事 我考虑的是小事 是眼面前的事 所以您是君子 我是小人 诸位看看 实际上纸皮也是君子 他是坦坦荡荡的君子 君子和小人 在个人利益面前 恐怕没有太大的区别 大家都有私心 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家里好 为自己好 但是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 君子文道哲习 知错而改 那小人一定是文国是非 坚持办快事 把一切过错归于别人 那么自己理智气壮的干快事 但是紫皮不是这样 所以正是通过这件事情 紫皮 认识到资产的这种 宽广的凶快 和那种自博的体验 同时也感受到自己的狭隘 为了儿子 为了爱惜我儿子 竟然出出这么一些点子来 这样一来 紫皮觉得 必须把这个位置浪出来 所以他推荐资产 接近自己 但是资产坚决不干 为什么不干 他考虑到郑国 八个字的 现状 哪八个字 国小而弊 诸大宠多 这八个字 前面四个字 谈的是郑国的国际形式 什么叫做国小而弊 我们国家很小 地方很狭窄 而且周边都是大国 这是他的国际形式 在夹缝中求生存 而国内情况怎么样 国内情况另外四个字 竹大宠多 什么叫做竹大宠多 我们的贵族就太多 地盘小 资源少 生多竹少 要求要利益的人太多 分不平 一年到晚闹闹哄哄 怎么办 他谈到自己的这种顾虑 但是紫皮 坚决要求他 接任 并且说了一句 很豪荒的话 说我给你垫底 我给你撑腰 你怕谁 在这个时候 资产不接也不行了 你不接受 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 你接受 要处理的事情太多 所以这样一来 也就造成了 我们将要看到的 第二位政治家的产生 就是春秋以来 随着管仲改革以后的又一次政治变革 那就是资产 在政国推行行政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国家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是需要很多条件的 天时地利 人和 尤其是人和 如果不是紫皮事实的退让 资产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有机会来主持国政 而紫皮也正是看到了 资产的能力 才决定让出自己的位置 那么资产在政国推行新政 会顺利吗 非常遗憾的是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资产仅仅是和 诸多的人物共一个赚 他没有单独列赚 所以史记对资产的事记记载的很少 但是 左传里头 这足够的记载多 所以我们通过左传 看看资产在政国干了些什么事 我们把左传里面所记载的 资产在政国推行新政 他的纲领 跟大家说一说 他是这样记载的 都必有章 上下有福 田有风序 如今有五 大人之中间者 从而与之 太辞者 因而弊之 是这么一句话 我们分别解释 什么叫做都必有章 都就是都市 城市 弊就是边缘地带 都必有章 也就是说无论城市和乡村 他都建立一套很完善的管理制度 什么叫做上下有福 同时也建立起一种上下尊卑 各安其分 第一种等级制度 作为注意 我已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说到等级制度了 我们现在往往对这个等级制度深恶痛绝 但是在古代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还是印度 他都是社会稳定的一种基本保证 三 什么叫做田有风序 这是资产政治改革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承认 由国家通过法律公开承认 贵族对土地的私人债友 贵族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他公开承认了 什么叫做如今有武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基层编制 把民众以武为单位把它编制起来 是一种户口制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国家不管是大还是小 大到像齐国那样的大 小到像政国这样的小 都需要以一套制度来进行管理 如果我们不形成一套制度 他就管理不了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资产的在政国的改革 直接继承了管仲在齐国改革的一些要素 但是他与世俱进 与世俱进在哪里 与世俱进在三个方面 哪三个方面呢 第一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公开承认既生事实 承认贵族和平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这实际上开启了中国以后土地私有制的一个先口 他在法律上承认 第二个已是继续 我们刚才谈 他对国家有功者 他进行奖励 对杰监者进行奖励 但是对奢侈者进行打击 这个和齐国就不一样了 齐国滚重的改革是不禁止奢侈的 不但不禁止奢侈 他和齐凡公还带头奢侈 什么原因 齐国在强盛 齐国很繁荣 齐国设施风气 但是政国不一样 政国是小国 政国不富裕 所以他要求结建 特别是资产的第三个要素 我们说他与世俱进 他承认土地私有的同时是有条件的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要在贵族和平民所占有的土地上增加收税 那么这样一来贵族就不太干了 每一次的改革 总会碰到一些阻力 每一次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四个字 心力除弊 那么心力大家皆大分析 除弊 特别是增加税收 上上下下都有反对 土地越多的人反对越厉害 曾经有一度 紫坦甚至不得不离开政国 跑到哪里去 跑到静国去 去避避烂 反对的呼声太大了 大家要问这个时候紫皮到哪去了 你不是迫着凶路 说有我 有我这个虎在 紫皮的名字叫虎 说有我支持你 谁还敢干 但是除了他这只虎以外 还有其他的虎 还有狼 但是这里又不能不说紫皮了 他还是挺受而出 联络那些 雇大局的贵族 对这少数进行反对的贵族 进行压制 进行打击 并且把他们驱逐出政国 把资产请回到政国 于是资产回来以后继续推行 那个左传里头还提到两句话 很好玩 说资产刚刚推行改革的时候 贵族们是怎么说的 然后推行了几年以后 贵族们又是怎么看的 我把原文说一说 如果我解释的话 会失去这个味道 说资产刚刚推行改革的时候 贵族们发出舆论 而且通过艺术家到处传唱 怎么传唱 取我衣冠而处之 取我田处而武之 疏杀资产 武器与之 这个资产太坏了 拨我的面子 拨我的财产 谁杀资产 我一定去参加 他不挑头 他去参加 那么过了几年 资产改革的成果呈现了 于是又编成歌谣 又四足存唱 怎么唱 我有子弟 资产 贿资 我有田仇 资产 资资 资产而死 随其四子 我们有子弟 资产在这里教诲他 让他做好人 我们有财产 资产帮助我们发财 你看看多好 如果资产死了 我们该怎么办 你看看 这就是一场前后的对比 那么资产能够在郑国取得成功 我想应该得益于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郑国 以子皮为代表的那些贵族 这个时候大部分还是不全大局 而民众对资产的改革也是支持的 这是他改革成功的一个前提 第二 资产的能格 资产的无私心 我们没有在任何材料里头看到 资产通过这样一场改革 他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捞到了多少好处 我们看到的是 他给民众 包括贵族 包括平民 带来的好处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支持 第三 还有一种广阔的胸怀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开始的时候因为极力反对资产的改革 把资产逼于郑国的那部分贵族 被子皮驱逐出去的 资产怎么办 资产回来以后保留他们的家产 不分掉 保留 同时允许他们有自由出入郑国的这种权力 你看看 这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 不但团结拥护自己的 还团结反对国自己的 这种一种凶快 所以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之下 郑国在通过资产的改革 国家繁荣了 人民富裕了 他在大国的夹缝之间的生存能力 他更强了 那么当时的春秋时代 事情也很有意思 任何一个国家 发生的重要的事情 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他也有国际社会 他引起什么国际社会的关注 首先 有一个在鲁国的人在关注 这个人是谁 他的名字叫孔子 孔子对于资产的改革 给予高度的评价 当然资产改革的时候 孔子年龄还很小 他后来越来越体会到资产改革的这么一种重要性 所以他归纳资产的改革 用四个字 来讨论资产改革的成功 资产有君子之道 适应 其行己也公 其世上也敬 其养民也会 其使民也议 公 敬 会 议 他自己的行为 给别人感觉接触 很有礼貌 很恭敬 而对他年纪大的人 对他身份比较高的人 他充满着一种敬意 而对老百姓 他是以会来对待 而让老百姓做事 他充满着道义 所以我们想想看 如果一个领导者 能够洁身自好 能够对民众充满着感情 充满着关心 既让他们在自己指引的这种路线上前进 工作 同时又给他们看见的好处 你说这样的领导谁不拥护 一定拥护的 所以孔子认为 资产是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想 孔子给资产归纳的这四个字 也应该成为中国任何时代政治家和官员的四字真言 其行级也公 其世上也尽 其养民也会 其死民也议 公见会议 资产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 还有一项措施 这项措施在中国古代特别著名 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 资产推行了一项重大的改字 就是住行顶 什么叫做住行顶 把自己在郑国制定的法律条文 住在铁顶之上 让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纸张 你不可以贴告示 那个时候最最流行的文字 叫中顶文 所以他把这个这个字 就住在这个铁顶之上 法律住在这上 这样一来 引起了静国一个政治家的 批评 静国这个政治家的名字 叫书相 从他的地位和他的身份来说 丝毫不低于资产 那么书相听到这个事以后 给资产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上说 我一贯对您 都非常崇敬 以此把您 作为我的榜样 自从我知道了 你在郑国住行顶 那就算了吧 我们朋友也不做了 通过书信的方式 对资产进行批评 批评的理由 为什么朋友也不做了 他认为住行顶 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糟糕在哪里 三个理由 第一 公布刑法 不符合圣王的精神 从夏商周 从大宇 从商汤 到周文王周武王 都没干过这种事情 而且古代的圣王 来处理事情 他都是源在来处理事情 而不是以具体的条文 不是以一把尺子 来量所有的事情 如果这样做 那是对过去的理的 极大挑战 因为中国有一个传统理念 叫做 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熟人 你现在公布刑法 一旦犯法 那怎么办 所以第二条 公布刑法 有损于贵族的尊严 你一把尺子一量出来 老百姓都知道了 你干了什么事 就要接受什么刑法处理 那么如何处置 熟民 如何处理贵族 难道贵族的处理 和熟民是一样吗 那熟民 就可能不怕贵族了 贵族在熟民的心目中 可能就没有地位了 第三 公布刑法 预示着国家将要灭亡 你看 这就严重了 书相说 从夏商周开始 凡是有公布刑法 凡是多智者 就是不断地翻来覆去的 出台新政策的 他往往面临着国家的密务 大家说 这个书相是什么人 这不是典型的守旧派吗 这不是典型的顽固派吗 但是我要说的是 书相也是坦坦荡荡的君子 他是以朋友的身份 以旁观者的身份 向资产提出 这种忠告 资产怎么回答的 资产回答说 若子之言 你说的真是对 你说的真有道理 但是我 只能根据正国的情况 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 来推行这种政策 我也知道 我推行这种政策 可能有危险 但是我没有办法 想很远的事情 我只能解决当务之急 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至于下一步怎么走 我要看形式的发展 诸位不要小看 资产的住行点 和书相对他的批评 这可以说是 中国古代有记载的 理智与法治的第一次论战 也可以说是理智与法治的第一次经典对话 那么大家说谁有道理 谁是对的 都是对的 只是时代不一样 形式不一样 你以理为主 以法为辅 还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你法为主 以理为辅 只是倾向和主次不一样而已 所以中国以后的凡是政治家 在处理国家问题上的时候 我们只可能看到他 他的主导方向是法 还是主导方向是理 他绝对不可能走偏锋 他只是法而没有理 或者说只是理而没有法 当然大家说 以后我们要谈到商鞅变法 你怎么解释 我们以后再解释 但是这里我们要说到 苏向的担心 他预言 郑国驻行亭 国之将亡 但是先亡的 倒不是郑国 先亡的是苏向 所知